最近疫情又起来了 人心惶惶 大家都知道很多感染者是接种了疫苗的 不禁让人产生怀疑 我们国家的灭活疫苗到底行不行啊 那么权威数据来了 我给大家念一念 在今年的7月份 新英文杂志发布了一篇文章 介绍的就是北京科兴的灭活疫苗 在真实世界的保护力 这个研究的数据来自智利 从今年的2月2号到5月1号 智利大概有500多万人 接种了北京科兴的灭活疫苗 根据他们真实世界的数据显示 如果接种了两针灭活疫苗 预防新冠肺炎发病的保护力是65.9% 预防因新冠肺炎而住院的保护力是87.5% 预防因为新冠肺炎收入近ICU的保护力是90.3% 预防因新冠肺炎导致的死亡的保护力是86.3% 也就是说接种了北京科兴的灭活疫苗 那么三个人里面可能有两个人不会发病 有一个人可能被感染 但是的话可以大幅度的降低住院率和死亡率 所以的话疫苗还是很有效果的 如果你还没有接种疫苗的话 不要犹豫 赶紧去接种疫苗 当然的话这个数据是针对今年2月份到今年5月份的这个流行的毒株 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可能并不是Delta毒株 那么我们国家的灭活疫苗对于Delta毒株的保护力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目前缺乏相关的临床数据 已经有研究显示 MRNA疫苗和现病毒栽体疫苗对于Delta毒株的保护力都是下降的 那么我们国产的灭活疫苗对于Delta毒株的保护力有没有下降 下降多少 这个是需要科学家去研究的 需要有临床数据证明的 希望这些数据可以早点出来 希望我们可以知道灭活疫苗对于Delta毒株的预防效果到底怎么样 那么现阶段来说 无论你有没有打疫苗都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浪 还是要戴好口罩 做好个人防护 如果出现一些发烧咳嗽症状的症状 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 千万不要自己胡乱买药吃 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 可以远离新冠肺炎 关注我 关注Pregulation 为前进步 一点点